那么一位王先生三号晚间要从云林土库到谷坑这边办点事情 但没想到经过台七十八线前方车辆车尾突然间冒出白白浓烟 所以导致整个车道当下立刻是浓烟密布 那其实王先生说了短短三四秒时间仿佛看到人生跑马灯 差点被吓坏 甚至还有眼前的民众发现 哇 这一幕怎么跟这个网路游戏跑跑卡丁车当中的情形 好像哦 还说难道虚拟游戏成真了吗 驾驶行进台七十八线突然前方车辆从车尾窜出白烟 车道瞬间烟雾弥漫 车主连忙减速通过 差点被吓坏了 什么事 噢 被他死了 当时车主要到云林谷坑办事情 途中却碰到紧急状况 可是前面左边都是车 想闪也闪不了 幸好最后人没事 但想起当下仿佛看见人生跑马灯 甚至有眼间网友发现 这画面怎么好像跟网路游戏跑跑卡丁车一样 游戏主角开着车还被烟雾弹给攻击 整台陷在烟雾里 这场景相似度破表 笑着说莫非是跑跑卡丁车真实版吗 碰他这种车辆就是直线 不要急踩他 要紧握方向盘就好了 不要偏离主线 他研判他是他的燃油系统出了问题 导致他喷油过量 或者是雾化不良 导致会有排放大量黑烟的情况 销售业者推测前方车辆可能是台柴油车 零件故障才猛喷百烟 幸好王先生平安无事 只是这突如其来意外 也让人吓出一身冷汗 谢谢方中辰云林报道 你会归于南华而干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